在人间祸福无门啊 忍耐一时之气 就免得百日之忧啊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 台长在澳洲 我经常让那些小朋友 我的那个秘书处的小朋友 给他们做现场的示范 我说为什么会有恐惧恐怖的 因为你跟别人争了 就会有恐怖 我们开车 开到一个停车场 明明这个车位 是应该我们台长的车位进去的 没想到杀出了一辆车 直开进去了 他停下来之后 他觉得他占了位置了 这时候台长就跟边上的秘书说 不要着急 台长来献话给你们看 怎么样让他恐惧 怎么样让他恐怖 因为他争了就会有恐怖了 这个时候我就开车 停在他的边上不走 结果他先坐在里边 半天不敢出来 最后等到他出来了 他又不敢走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 他想如果 因为他抢了我的位置 说不定等到他一走 我就会把他的气放掉 把他车身滑烂掉 所以他就不敢走了 这就是不争不抢 你无恐怖啊 所以跟别人一争一抢 你就有恐怖顾了 告诉大家 人有时贫穷 但是我们人需要的是自在 我们人一旦变为富有 会有很多的烦恼啊 多忧愁啊 所以世界上万物都是画像 要看明白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啊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啊 所以人间一切 我们要笑着面对 不要埋怨 我们要随缘啊 台长为什么经常喜欢放一点 在广播当中给你们听的一些事情 因为每一次大法会 有新加坡 有马来西亚 有很多人初次接触佛法 让他们听一下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启发 所以在一位85年 小姑娘打进电话 那是在1月11号 声音很轻柔 但是台长看出她脾气倔得和男人一样 台长看出她的腰不好 妇科不好 掉头发失眠 肠胃不舒服 眼睛干 人太敏感 喜欢打爆破瓶 和人家争论 这个小姑娘傻眼了 你们听一下 谢谢 台长你好 我是85年生的属牛的 你做人不会做 脾气再倔像男人一样 听得懂吗 对的对的 自己的腰又不好 听得懂吗 对的对的 还有啦 自己要注意啊 妇科一直不好 好好灵啊 对台长 好灵啊 台长什么都看得见的 还有啊 掉头发要招心啊 掉头发掉地 很厉害晚上失眠 听得懂吗 对 还有啊 太敏感 敏感得不得了 嗯 真的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自己要注意 血脉循环系统不好 就是有时候让你 肠胃不舒服 嗯 还有眼睛干 对 人不坏 人不坏 就是喜欢跟人家打抱不平啊 喜欢跟人家争啊 争论啊 好像自己口才好得不得了了 有时候就一口气提上就巴巴巴巴巴巴的说了 巴巴巴巴 开机关枪啊 明白了台长 感恩台长 我知道了 好好努力啊 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他对生命不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学博了 理解了生命的真谛 那是因果呀 那是定律呀 因果 因为你前世的债 所以你今世在还啊 所以你就不会烦恼 不会忧愁了 因为我们要还完债务 我们才能无债一生轻啊 所以学博人 那是真实的人生 人生无常 不追不求 般若心眼前 心若有定 好坏都一样 如果心中有佛 得失均无妨 不管得也好 失也好 对我们都是一种考验 所以人间的名利 财富 犹如天上的佛云一样 很快就会散去 一山而过 我们没有办法 把人间的快乐 留住 我们更没有办法 把人间的烦恼和悲伤 留住 知道 人间的悲伤 那是犹如 佛云 一定会过去 那我们就 不要悲伤 不要烦恼 当我们追求 不到的时候 我们不要失望 如果你想不失望 我们就不去 追求 失望 我们不要去求 台长告诉你们 无求就是宝啊 今天你们要记住 我们无所求 我们不求世界上 任何的东西 那就是胸中 拥有一块宝石啊 因为无求之后 你会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这难道 不是宝在心中吗 最后 师父 台长 告诉你们一句话 这是台长说的 人道 无求 品质高 我加了一句 修道 无我 物尽 好 好 那么我准备了很多 都来不及跟大家讲了 所以呢 今天呢 跟大家呢 开示呢 就到这里 再一次感恩 我们伟大的佛陀 将佛法带入人间 感恩我们观世音菩萨 把大慈大悲 融入我们的心田 感恩所有我们在座的人 感恩一切 对我们 生我 养我 对我们付出的人 拥有感恩心啊 拥有慈悲心啊 那你的明天 将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